美国阻碍中国统一的大忌及破解之道 2月12日晚间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与该委员会资深成员 民主党籍的拉甲克利什纳穆希众议员共同出席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一场座谈会 主题是中国的挑战与美国的未来 盖拉格说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 美国要做的只是捍卫现状使其不受威权主义侵犯 但在涉及台湾时 他认为美国在做的是协助一个已存在的 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自卫不受威权政权入侵 这并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战略 也没有要伤害或削弱中国的意图 盖拉格说 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论某种关于进攻性的策略设计 也没有听到什么人谈论关于改变政权的策略 当然 更没有任何涉及获取领土的事情 我们只是试图保存现状 不过在涉及台湾的一体上 他在根本上有不同的想法 这是关于协助一个已经存在 而且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 他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协助他防卫自己不受威权体制的入侵 从根本上说我也不认为那是一个侵略性的策略 盖拉格说 由于前三次台海危机的教训 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对于增强中国解放军的实力非常注重 因此美国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弹药工业基础 确保战区有足够的武器储备 像是远程反舰导弹等 让中国领导人因为军事接管台湾看来非常困难而不会去尝试 甚至惧怕他的政权因为攻台失败而无法存续 盖拉格把美国的意图表达得很清楚 美国就是要确保台湾不会被中国统一 他给这么做的理由是 他认为台湾是民主政体 不能被威权的中国大陆统一 他给的让台湾抗拒统一的方法是 给台湾和美军印太战区生产部署储存足够多 足够先进的武器弹药包括远程反舰导弹 增加解放军统一台湾的困难 然后解放军就只好无限拖延统一 对他的理由反驳是 古今中外分离主义都是以制度为名 以制度不同搞分裂一点都不新鲜 台湾的制度距离完美的民主还很远 台湾民选领导人实际上就是民选国王 一旦当选四年任期内可以为所欲为 既不向立法院负责也不向选民负责 更不受任何监督 在台湾媒体只能黑中国大陆而不能说大陆好话 否则会被警告官频道如中天台 吊销许可证 选举期间到中国大陆参观的里长 讲中国大陆好话的自媒体人 回台湾会被警察调查 等等 中国大陆健全的人民民主制度更不能称为威权 中国旺盛的市场经济 民间社会和舆论生态跟威权风马牛不相及 比台湾只有更好不会更差 这个要大力向外传播 而且中国的一国两制设计 为台湾统一后的原有制度运作提供了保障 一句话 只要解放军驻军 取消委法统 台湾社会一切照就运作 至于美国想给解放军制造进驻台湾的困难 那就是实力的较量 中国工业实力和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远强于美国 解放军也不会给美国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来生产部署储存武器弹药到台湾集周边 一旦统一行动展开 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粉碎一切顽敌